好 下我们看第三个考点 代仗取核权 看这个考点 大家需要准确区分 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它什么情况下 它可以行使代仗取核权 什么情况不能行使代仗取核权 看这个问题条纹 咱们不念了 咱们举两个例子看一下 那么这两个例子大家需要区分 到底是钱还是东西的问题 包括两种情况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 A的话 将这个设备处得个弊 弊的话是成都人 就是将设备的话呢 这个处得个弊 但是这个设备的话 它发生毁损灭失 比如说设备的话发生灭失 但这个设备当时参加了财产保险 说保险公司呢 有这个支付了八十万的 这个保险金 或者C的话呢 它把设备给砸坏了 所以说第三人 故意拿大石头 将设备砸坏 然后C的话呢 需要赔偿 需要赔偿八十万 来搞清 不管是保险金 还是呢 这个赔偿金 它这一块是金钱 给的是钱 在这种情况下 来需要搞清楚 这个钱的话呢 包括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如果尚未支付 钱的话尚未交付的时候 这个币的话就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 该怎么处理 因为如果设备不发生灰色灭失 要当币破产的话 A的话作为该裁判的权利人 通过管理人 将设备取回就可以 现在B的话破产 设备的话呢 被龙卷风挥走了 但是保险金 它尚未交付 或者C的话呢 将设备砸烂了 它赔偿金 尚未交付 在这种情况下 将这个八十万的保险金 或者赔偿金 这A的话将钱 取回就可以 它取回的是钱 但是大家搞清 因为正常情况下呢 行是取回权 它取回的是这个东西 但是呢 现在设备没了 所以这会儿 它只能是将钱取回 那么这个取回权 大家搞清 叫代偿取回权 它取回的是钱 叫代偿取回权 这几个字怎么来的 我清楚 这是能怪第一种情况 尚未交付给B的时候 因子A的话 把钱拿走 就可以 但第二种情况 如果这个钱的话呢 它已经交付给B了 交付给B 但是B的话破产 一找B要这个钱的时候 说那个设备是我的 设备的保险金 得给我 但是B说 各破产了 划白起了 在这种情况下 该他们去处理了 需要区分 要盯住什么呢 盯住设备的灰色密尸 它发生在破产程序 开始之前 还是开始之后 所以后边的问题 应该会说了 如果灰色密尸 发生在B的破产程序 开始之前 因此呢 那么这个损失 它只能申报 这个普通债权 申报80万的普通债权 就可以 但如果灰色密尸 发生在破产程序 开始之后 指的是因为管理人 他管理不善 造成设备会在密尸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个80万呢 它是作为供业债务 来清查 这是第一个层次 如果是给钱 涉及到钱的时候 盯住呢 这个钱尚未交付 这么处理 已经交付 这么处理 好想看一下 第二种情况 如果不是钱 而是代偿物 这么处理 比如 A的话呢 将设备出租和B 然后B的话是 这个承租人 A的话是出租人 但是C的话呢 将设备 打石头砸坏了 但是C的话 一人做事一人当 他说我承认 我将这个设备砸坏了 但是我赔你 但是赔的不是钱 而是代偿物 C说的话 要钱没有 但是哥是种土豆了 一大堆土豆 于是呢 他赔上了一大堆土豆 这是代偿物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处理呢 需要盯住这个土豆的话呢 无非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如果上位 上位交付给B 在这种情况 A的话呢 将土豆取回就可以 那么这个取回的话呢 叫代偿取回权 叫代偿取回权 把土豆拿走就可以 算第二种情况 如果土豆的话呢 它已经交付了 这么处理 土豆交付之后 需要区分 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如果C 它这个土豆 跟这个B的其他财产 它能够取分 有B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能取分的情况 怎么去处理呢 还是A的话呢 将土豆取回就可以 那么这块也属于 这个代偿取回权 但这个取回权 一个正常情况呢 是将设备取回 但设备变成土豆了 所以叫代偿取回权 这是能够取分 怎么处理 再看一下 如果不能区分呢 有这B的话 也是种土豆了 当B的破产程序开始之后 整个这个 整个库房 都是土豆 你也分不清楚 哪个是B的土豆 哪个是C的土豆 在这种情况下 不能区分 不能区分的话 站在A的角度 我那个设备 100万的设备 租给你 现在变成土豆 然后还不能区分 在这种情况下呢 A就找 找B就可以 但是找B呢 因为它损失100万 找B去申报 但是申报的话 怎么申报呢 就要区分 要看一下 毁损灭失的 这个时间 如果发生在破产程序 这个开始之前 所以这时候A 拿100万的损失 它申报的是 普通债权 就可以 后的话 应该会说了 如果这个毁损 发生在破产程序 开始之后 所以A的话 找B呢 这个损失 它属于这个 公益债务 就可以 看到这的话 什么叫 普通债权 什么叫公益债务 基本的概念搞清 如果是普通债权 它是发生在破产程序 开始之前的 这块是普通债权 如果是破产程序 开始之后呢 在这块是公益债务 所以这两种情况 到底是 这个保险金 赔偿金 还是代偿物的问题 他也把这个概念呢 搞清 你看到这的话 发现 跟你的基本常识 是一致的 老师这个图 我也会画了 没问题 心里明白 这是第一步 当然考综合体的时候 这个条文 怎么去引述的问题 那就想清楚 这是关于 这个表八到三 怎么来的 要想清楚 然后第三个考点 这个管理人难辞其咎 那么这个问题 前面讲过 说管理人 什么情况下呢 他需要承担 这个补充 赔偿责任 因为呢 因为你折腾 折腾的话 这块属于公益债务 说一百万 这个公益债务 但是公益债务呢 他是从破产财产中 随时清查 但是破产财产 只有八十万 还差二十万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权利人 他可以向管理人 主张承担补充 赔偿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 人民法院 也有支持 这是破产程序 开始之后 管理人遮的 是呢 找管理人承担 补充 赔偿责任 但如果这个事 发生在破产程序 开始之前 他被非法转让 在这种情况下呢 权利人找谁呢 找这个破企 董事高管 让他们的话 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这个法院 是应于支持 前面解释过 不再啰嗦了 这是第三个考点 好笑的 第四个考点 是出卖人 取回权 按照这个问题 首先呢 咱们注快 两次考到 案例分析体 今年还是考试的重点 这个先看一下 这个企业批展法的规定 它这规定的话 比较简单 给我们去理解 我们举例子看一下 这A的话呢 将设备 这个卖个B B的话是买方 看A的话 北京的公司 B的话 上海的公司 说要签订 买卖合同 4月1号的话 签了合同 然后4月 4月10号呢 A的话将设备 这个发出 设备发出 买方B的话 它尚未付款 因为根据合同约定 说收到货之后 减页 减合合了 再付款 总之B的话 买方 它尚未付款 这个货呢 正在运输途中的时候 正在途中 然后B的话呢 就破产了 站在A的角度 就是出卖人 他着急 为什么着急呢 货的话 在运输途中 买方没给钱 他破产 因为这个货 他如果4月20号 交付之后 如果完成交付 意味着什么 因为双方 千百倍合同的时候 他并没有约定 所有权保了头 只要 这交付之后呢 这个B的话 将取得这个设备的 这个所有权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确着急 于是A的话呢 说赶紧自己去追吧 赶紧去追 或者找刘翔跑得快 让他去追 他会跨栏 需要顾刘翔去追吗 这个不用 你刘翔也追不上火车呀 在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搞清楚 不用说那么着急 出汗 实际上呢 站在A的角度 只要向B的管理人 表示 行事取回权 但是表示的话 必须是呢 这个货到达B手中之前 在完成交付之前 他向管理人表示 行事取回权 就发生取回的法治效率 例如说4月12号 他向B的管理人 表示了 行事取回权 表示过之后 即使这个货 到达B的手中 这个A的话 照样呢 过辆牛车 慢慢取回 就可以 这就是出卖人取回权 关键词 正在途中的时候 买方就破产了 我们去除 当然站在买方的角度 如果他特别喜欢 这个设备 也可以怎么做呢 他可以表示 我愿意支付全部价款 你别取回 这是可以 因为你愿意支付全部价款 对他来说并没有风险 这是出卖人取回权 对于这个问题 咱们住口09年考虑一个单选题 我们看一下 和人民法院 受力照顿甲公司 破产申请时 乙公司依照 区域甲公司之间的 买卖合同 已向买算甲公司 发运了 该合同向下的户 但是呢 甲公司 尚未支付价款 要买方 尚未支付价款 因为如果对方 已经支付价款了 你不能再取回 他尚未支付价款 别着急 然后乙公司 得着甲公司破产申请 被受力之后 他立即通过传真 向甲公司的管理人 要求取回 正在途中的这个货物 当管理人 收到乙公司 传真之后不久 说明什么呢 他是先收到的传真 事后呢 收到了乙公司 发运的货物 在这种情况下 要他在交付之前 他就表示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就根据规定 哪个表示正确的呢 乙公司 有权慢慢取回 这个货物 选A就可以 这是靠单选体 这么处理 靠综合体 条纹必须清楚 是破产法的规定 然后看一下 这个司法解释的规定 司法解释的话呢 他只是对这个问题 又细化了一下 什么意思呢 还是 说A的话呢 将这个东西 卖个B 上海的B的话 是买包 货物发出之后 正在途中的时候 正在运输途中 说B的话就破产 而且买方 尚未支付着家 在这种情况下呢 站在这个出卖人的角度 这不这个考的是出卖人取回权吗 站在A的角度呢 他可以怎么做呢 他可以 找谁呢 找这个乘运人 他可以通知乘运人 让乘运人的话呢 赶紧终止运输 说货车赶紧给我停下来 或者要求乘运人的 将货别发给B了 发给C 这C那付款了 这是可以 第一个他可以找乘运人 但是呢 如果找不到乘运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可以找谁呢 找这个B 找买方的这个管理人 所以他是两个选择 那么这两个选择 大家搞清 他们两个有先后顺序吗 说你必须先找乘运人吗 没有这说法 我可以不找乘运人 直接就找这个B的管理人 就可以 但找管理人的话 前提是什么 你必须保证 在这个交付之前 在这个货 到达B手中之前 你表示 如果在交付之前 你没有表示 这个货 到了这个B手中之后 你事后才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 不能再取货 所以必须呢 你不管找谁 要保证 在交付之前 如果表示了 这是关于取回权的问题 大家需要搞清楚 然后再看一下 第五个靠底 是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 它的取回权 在这个取回权的话 考点特别多 而且这第五处考点 又非常重要 大家必须准确理解 谈到这个问题 怎么去处理 首先你把基本概念搞清 什么叫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 咱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A跟B之间 它签订了100万的卖卖合同 A把东西卖了B B的话是买方 双方4月1号签订了合同 4月10号 A向B交付了这个设备 完成交付了 然后根据合同约定 说买方7月1号付款就可以 而且买方可以分期付款 但却搞清 他只是约定了 这个分期付款 但是并没有约定 所有权保留条款 在这种情况下 咱们处理 所以既然没有约定 所有权保留条款 然后在这买方的角度呢 只要自交付之期 他就取得 这个设备的所有权 这是双方 他没有约定的情况下 自交付之期 取得所有权 但是呢 双方签合同的时候 他可以事先约定 事先约定的 说只有当买方付清 全部加款之后 才能取得这个设备的所有权 所以如果双方 他约定了 所有权保留条款 在这种情况下呢 只有当买方付清 全部加款之后 才能取得这个设备的所有权 这两种情况呢 大家必须这个准确区分 那么现在考的是什么 好的是呢 如果双方 他约定了 这个所有权保留条款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这货 4月10号 这个交付 但是买方 尚未付款的时候 一方当事人 就破产了 一方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 该怎么去处理 那么对于这个合同 看一下呢 他包括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他如果是呢 出卖人破产 对于这个出卖人破产 要盯住呢 他的管理人 就是呢 出卖人的管理人 他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的话呢 是可以提出 解除合同 但第二种选择 是可以决定 这个继续履行合同 或者继续履行 或者解除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再看呢 当买方破产的时候 怎么处理 如果买方破产 也是呢 买方的管理人 还是两个选择 到底是继续履行 还是呢 解除合同 如果继续履行 这是第三种情况 如果提出 这个解除合同 这是第四种情况 等你看到这儿的话 对这个所有 全部保留买卖合同 如果一方破产的时候 该怎么去处理呢 需要准确区分 这四种情况 到底属于破产 然后他的管理人 到底呢 决定解除合同 还是继续履行 四种情况需要区分 怎么说 这个点会考吗 太年轻了 去年的话 他们住会就考过 这个综合体 今年还是考试的重点 怎么去处理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 第一种情况 条纹 没份念了 念半天的话 你自己都睡着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干脆他们举个例子 首先你心里明白 说这个条纹 到底是怎么回事 心里先明白 然后条纹的话呢 你最好还得要 过一下脑子 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 他讲的是出卖人 贺产 而且呢 他的管理人 决定继续履行合同 这个怎么去处理呢 举个例子看一下 还是A的话呢 跟币直接 签了个一百万的 一个设备 买卖合同 币的话是买方 那么这个设备的话呢 是4月10号 他已经交付了 这个双方约定呢 说买方 9月1号付款 就可以 他约定是分期付款 而且买方的话呢 先支付了60万的 这个货款 还差40万呢 尚未支付的时候 谁破产了呢 A 他的出卖人 出卖人破产 这就是卖方破产 他的管理人 如果决定呢 继续履行合同 你走门下 如果是继续履行 这个问题的关键 在什么地方呢 要站在A的角度 这个设备的话 我已经交付了 实际跟出卖人 关系不大 他的任务完长了 我已经交付了设备 然后站在买方的角度 关键的问题是呢 盯省呢 你这40万的钱 还没给呢 你把40万的钱 给了就可以 所以这是问题的核心 你盯着问题在什么地方 就可以 既然是继续履行 因此买方 买方的话呢 还差40万 40万的话 如果把钱给了 啥是没有 钱货两清 就可以 关键是呢 如果这个B B的话 不支付这个剩下的40万 在这种情况下 该怎么处理 他不给钱 不给钱的话呢 站在A的角度 他该怎么做呢 他可以将设备 将设备的话 取回就可以 将设备取回 你不二个钱 将设备取回就可以 大家搞清 正常情况下呢 他是可以将设备取回 但是根据合同法 司法解释的规定 说什么情况下 他不能取回呢 说就算买方 不二个钱 也不能取回呢 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他如果买方 已经支付的价款 他大于等于 75%了 大于等于75% 这个数字必须记住 他支付的款项 大于等于75% 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不能取回 这是第一种情况 需要第二种情况呢 他这个买方B 所以呢 他4月10号之后 设备在他手里边 尽管他尚未支付货款 但是呢 毕竟他什么 他是合法占有 在那B的角度 他如果 如果是4月20号 B的话 以他自己的名义 将设备卖个C 怎么去除 因为钱没给的时候 他就将设备卖个C了 这个B的话呢 他构成无权处分 因为毕竟双方约定了 所有权保了投款 事先约定 这只有当买方 付清全部价款之后 到9月1号的时候 才能取得 设备的所有权 既然你钱没给完 也没有取得所有权 是无权处分 既然是无权处分 后边讲什么 你应该清楚了 第一个判断 这BC之间合同有效吗 就算无权处分 合同照样是 一方主张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有支持 但第二个判断 如果这个C C的话 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个 善意的 然后第二条件 对价取得 第三 该交付已经交付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第三人 他是基于 善意取得制度 这个C 已经依法取得 这个设备的所有权 C都取得所有权了 站在A的角度 还能再取回吗 是不能取回了 所以这点搞清 他这块是不能取回 先这个不能取回 放在那什么地方呢 先不能取回了 再继续往这看 那问题的核心什么 如果能将社会取回好数 现在不能取回 不能取回的话呢 这种情况下 还是接着 让币付这个四十万 就可以 让他继续付这个钱 就可以 如果他付了 好说 如果他不付呢 不付的话 这时候 管理人 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让币的话 说赶紧付这个四十万 这是 这是第一种情况 就这个四十万 怎么去处理 这是呢 第一种情况 好笑看 叫第二种情况 他出卖人破产 然后解除合同 谈到这个问题 怎么去处理呢 还是A 将这个一百万的设备 他卖个B B的话买方 还是四月十号 A向B的话 交付了这个设备 双方实现约定 说买方 9月一号付款 就可以 他分期付款 但是双方约定了 这个所有权保了条款 说实现约定 这个所有权保了到买方 过去全部价款式 才转移 这个买方B的话 他已经支付了六十万 这个货款已经支付了 但是剩下四十万呢 尚未支付的时候 又到了什么时间呢 2016年 七月一号 A的话呢 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处理 还是搞清 是卖方 这个破产 这回他的管理人 还是两个选择 到底是继续旅行 还是解除合同 这回他的管理人决定了 这个解除合同 你琢磨一下 如果是解除合同 问题的核心 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矛盾集中在什么地方 这解除合同 以后这个设备的话 已经交付给B了 而且买方 已经支付了六十万 现在你不想玩了 不想玩的情况下呢 无非是退钱 退货的问题 退钱退货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战斗B的角度的 他需要向管理人 来这个交回这个设备 将设备的话交回 也就是说 A的管理人 将设备取回 就可以 取回这个设备 这第一个层次 老老实实的 将设备交给A 就可以 但是当管理人要求B 将设备 你给我交回来的时候 B说呢 他说我在履行合同的时候 没有任何下策 分期付款 我已经按期 支付了货款 而且对这个设备呢 我也没遮挡 也没有这个 以我的名义 卖个C 在这种情况下 他说我这没点毛病 他拒绝交回设备 行不行 这个不行 他是必须交回设备 说就算你履行合同的时候 没任何毛病 照样需要交回设备 这是第一个判断 将设备交回 但第二个判断 如果B的话 将设备交回了 这时候呢 这A的话需要将 这个60万 将60万的话 需要返还给B 就可以 需要退钱 也就是说B找A要钱吧 要60万 但是要60万的时候 A的话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处理 这个申报债权 什么60万的话 这个60万怎么去处理呢 再搞清 包括呢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如果B的话是个好人 他在履行这个合同的时候 没任何毛病 首先 我按期支付了货款 分期付款 按期支付 而要B的话呢 也没有对这个设备下折腾 我也没有非法转让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处理 既然B是个 好人 因此这时候呢 欠B的60万 这会按照公益债务 去处理 就可以 他这属于公益债务 要公益债务的话 情长顺序 比较好些 但第二种情况 如果B的话 本身就是一个混蛋 他履行合同的时候 他就没有 按照合同约定 分期付款 钱当时不好交 而且拿到设备之后呢 对这个设备 他要偷着卖给别人了 非法处分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 将B不是好人 你这60万 我会好好给你吗 对坏人的话 就不用客气了 所以这时候 这个60万呢 他只能申报 普通债权 普通债权的话 是最后一步 清查 你申报六川的普通债权 清查率板着实 能分回几万就不错 你自己看清楚了 这是关于第二种情况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了 这个第三种情况 他讲的是买方破产 而且继续履行合同 第二种去处理 只用例子看一下 A的话呢 将设备卖给B B的话是买方 还是呢 双方 这个4月1号 这个4月10号 A向B交付了这个设备 双方事先约定 说买方B的话 9月1号付款就可以 双方约定了 这个所有权保了条款 他约定了保了条款 而且事先约定的 这个买方奔期付款 说买方的话 已经支付了60万 当然还有40万呢 尚未支付 在这种情况下 谁破产呢 买方破产 他的管理人 还是两个选择 到底是解除 还是继续履行 但是买方的管理人 他决定呢 继续履行合同 如果是继续履行 现在你琢磨一下 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出事会出在哪个环节呢 要站在A的角度 A是出卖人 将设备的话 已经按期交付了 跟他没关系了 那么剩下还差什么呢 差钱 差这个40万的钱 因此呢 这个40万 B的话需要向A 需要支付这个40万 支付40万的时候 说B的管理人耍赖 他说呢 本来说好的是9月1号 他需要支付这个货款 而现在问题是呢 这个B破产的时间 是7月1号 破产程序开始 他说还没有到期 还差两个月 他说只有到期之后 他能给你这40万 行不行 不行 未到期的 他事为已到期 那你需要立马支付 这40万 如果支付40万 啥事没有 有整个矛盾就没了 钱货两清了 关键是呢 如果他不支付这个40万 该他们去处理呢 不支付的话 谁会非常生气啊 A会生气 因为什么呢 我把设备交给你了 你破产了 然后呢 你说继续旅行 你不够钱 于是A的话 将设备就可以去 如果这个取回 这个设备了 这个好说 将设备取回 但是那60万 该退人家 给他奖礼 就是呢 他可以取回 但是什么情况 不能取回呢 你走门一下 什么情况不能取回 包括两种情况 他们就是说过 第一种情况呢 他如果买方 已支付的价款 大于等于75%了 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取回吗 不行 但第二种情况呢 他如果B B的话 以他的名义 将设备的卖给C了 这个C的话呢 他都 注意C的第三人 都善意取得 这个设备的 这个所有权 都善意取得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能行使取回权 这是呢 什么叫不能行使 取回权 如果不能行使 不能取回的话呢 矛盾并没解决 你还差我40万呢 因为这种情况 大家需要搞清楚 这个 在那一点角度呢 继续找B 要这40万 这40万的话 如果给了 好说 但如果B的话 耍赖 他不给这个钱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处 你破产了 然后你说 继续旅行 然后呢 我这又不能取回 你把东西 卖给别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 你差我40万 在这种情况呢 这40万怎么处理呢 A的话 接着找B 要这40万 但是B的话 毕竟破产 对这个40万 怎么去处理呢 就毕竟A属于债权人 这个40万呢 也搞清 他是按照 公益债务去处理 这块属于 公益债务 因为破产程序 开始之后 开始之后 发生的这事 这块属于公益债务 而不是申报 承债权 因为站在A的角度 没任何毛病 所以这个40万 属于公益债务 这是关于第三种情况 大家琢磨一下 跟你的基本常识 也是一致的 关于条文 怎么去引述 好笑 看一下第四种情况 是买方破产 而且解除合同 给他们去处理 比如 还是A的话呢 将设备卖个B 这个B的话是买方 还是双方 4月10号 A项B已经交付了 这个设备 双方实现约定了 说买方 9月1号付款 就可以 双方实现约定了 这个所有权 保留条款 而且双方还约定了 奔期付款 奔期付款的话 说买方B 已经支付了60万 还有40万呢 尚未支付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 谁破产呢 这个B的话 破产 它破产程序 开始的时间 7月1号 破产程序开始 然后买方的管理人 这会决定什么呢 决定解除合同 如果是解除合同 你责问一下 问题的关键 在什么地方呢 要设备我交了 然后呢 你付了60万 现在你不想玩了 不想玩的话 这是好说 它叫退钱退货呗 退钱退货 站在A的角度呢 将设备取回就可 但是你取回的时候 因为这个 站在B的角度 可能说 你不能将设备取回就完了 我付个60万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需要退到60万就可以 但是退钱的时候 有个什么问题 毕竟这个设备 在B手镯 快三个月了 B的话 使劲使这个设备 都发生磨损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它使用 使用的话 造成了这个损失 损失的话呢 如果是这个10万 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可能60万全退货 退给你 你还得给我 有个青春损失费啊 在这种情况下 退你50万就可以 但是问题是呢 你交的钱是60万 但是你这设备使得太狠了 损失的是 整个磨损是80万 那这时候怎么处理呢 60减80 等于负20 这回谁欠谁的钱呢 这回是B欠A的钱 于是A的话 找B要20万 再让B说 都破产了 挂白起了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处理 对这个20万 怎么去处理呢 就既然B破产 而且这事发生在 破产程序开始之后 对这20万属于 普通债权吗 你都知道了 这20万属于 公益债务 他申报公益债务 公益债务的话 经常顺序是2.2 比较靠钱 所以这四种情况 大家搞清楚 实际并不难 只如果你第一次 看教材的时候 看着发懵 或者光看条文的时候 发懵 但是这四种情况呢 咱们上课 用胡同语言 先说一遍 应该知道怎么回事了 剩下的事了 就是你自己 慢慢看条文 然后在考场上 出现这个题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呢 这四种情况 他进攻的是哪种情况 怎么去防守 心里明白 老师我用胡同语言 也会说了 那不行 你是考生 所以这种情况 你还得给他变成 差不多的发力言 还变成分数 这才可 讲到这的话 第六单元 这个取回权就讲了 好笑看 第七单元 是破产 抵消权 对这个抵消权的问题 我们讲两个点 第一个点 是破产法的规定 然后第二是 司法解释的规定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破产法的规定 讲条文之前 首先你告诉我 什么叫抵消权 因为咱们前面 讲合同法的时候 可能讲过抵消的问题 比如 第一的话 欠B100万 B的话欠B80 他们相互欠钱 在这种情况下 他可以抵消 那么抵消的时候 需要区分什么呢 如果不破产 这区分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看标的的性质 是不是相同 如果标的的性质 相同 都欠的是 你欠我的货款 我欠你的货款 都是有形财产 标的的性质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都到期了 这是法定抵消 是任何一方 都可以主张抵消 如果标的的性质 这个不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属于约定抵消 只有双方 协商一致的时候 双方协商一致 才可以抵消 但是前提的话呢 如果都到期了 这个好说 但是前面讲 第四章的时候 还讲到呢 说一个到期 一个没有到期 在这种情况下 谁可以主张抵消的问题 所以讲到这你发现 如果不破产 有两个概念 第一个 要盯住 他是不是到期的问题 然后第二盯住 他标的的性质 是不是相同的问题 这是讲到抵消 同时哪块还讲到抵消呢 说A的话 他欠B一百万 然后B的话 欠B八十 站在一百万的角度 A欠B一百万 A是债雾人 B的话债全人 说B的话将自己 一百万的债权 他转个C 他转债权的时候 他通知A 说我那个一百万 你甭还了 你向C还一百万 就可以 所以A接到通知之后 他肯定骂B 我凭什么向C还一百万 你那还欠我八十 因此呢 A的抵消权 他可以向C主张 A他向C的话呢 他还二十万就可以 但是问题是 站在A的角度 什么情况 他能行使抵消权 他那个八十万的债权 必须是先到期 或者同时到期 才可以 这是第四章的规定 咱们先复习一下 那么这些基本的问题 搞清了 这是不破产 下我们看下破产 那么讲破产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呢 例如 A的话欠B一百万 B千爱八十 现在A破产 你先走门一下 如果B的话 行使抵消权 对谁有利呢 B行使抵消权 对谁有利 这是小学语文 B的话不傻的情况下 他行使抵消权 肯定是对B有利的 因为什么呢 无非两种情况 我们看一下 如果不抵消 不抵消的情况下 该怎么去处理呢 当A破产的时候 这个B的话呢 先申报一百万的 普通债权 清偿率 咱们上个道 假设百分之十 最终能分回十万 这是你先申报 一百万的普通债权 但是B千爱 这个八十万呢 怎么去处理呢 当A的破产程序 开始之后 债务人的债务人 应当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 他需要清偿八十万 先支付八十万的 现金白银 然后去申报 一百万的普通债权 最终的话呢 他需要 不歧视 这是 当不抵消这么处理 再看一下 如果抵消呢 抵消之后 说明A欠B 只是二十万 这二十万 的确是普通债权 这就算普通债权 我申报二十万的 普通债权 清偿率百分之十 最终的话呢 还能分回两万 所以对B来说 肯定是有利的 正因为对B有利 因此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当A破产之后 大家搞清 如果那个债权人 他可以合法抵消 他这依法形成抵消权 你不得不 让抵消 这A的管理人 能傻乎乎的 主动去抵消吗 因为抵消对对方有利 因此这个看门狗 他不能傻乎乎的 主动找B去抵消 这是第一个问题 需要第二个问题 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 既然这个抵消对B有利 因此制定破产法的时候 他规定 什么情况下 这个B不能抵消呢 如果你想占便宜 就不能抵消 让我们看一下 什么情况不能抵消 包括三条 这三条 非常重要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第一条 第一条念条之前 你可以看一下了 咱们 诸会考试 07年 12年 13年 15年 最近几年 有四次 考到综合体 就这句话 考了四遍 在后面 讲西天班的时候 你发现 老是考这个点 所以对于这句话 是不是出体 那是出体老师的选择 站在考上的角度 必须真正搞清楚 然后点条文 说债务人的债务人 在破产申请 收理之后 指的是破产程序 开始之后 他取得他人 对债务人债权的 禁制抵销 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例子看一下 现在还是假公司 这个破产 要假公司 欠银行的钱 所以他叫呢 债务人 那就是银行 叫债权人 现在A的话呢 他欠假 这个80万 下面看一下 A的话 属于债务人的债务人 如果A的话 不想办法 不想办法的情况下 这个A的话呢 需要掏出80万 有前面讲 破产开始法律效率的时候 当假公司 破产程序开始之后 债务人的债务人 应当向管理人 清场债务 他需要支付呢 80万的现金白银 A的话不甘心 A的话从小就聪明 他说我支付给80万 总是不舍的 于是A的话 四处打听 他听说呢 这个假倩币 假倩币100万 于是A的话 找到B 他说你那个债权 属于普通债权 我们老师说过 清场率10% 你忙活半天 你得申报债权 参加债务人会议 忙活半天的话呢 能分回10万就不错了 他说干脆呢 我给你15万 然后你将100万的破债 你卖给我 这个B的话呢 生生多赚5万块钱 B的话肯定高兴 于是呢 将100万的这个普通债权 他做价15万 这个卖给A了 还有这回呢 这个假公司 他欠A 欠100万 于是A的话呢 向这假公司的管理人 就让他抵消 这回我欠你80 你欠我100 他就让他抵消 我们看一下 如果让他的阴谋 这个得逞 就如果让他抵消 让他抵消的话 会怎么处理呢 要这回 这个假的话 欠A 还欠20万 欠20万的话 就算欠了一半 这10 他能分回2万 但是毕竟当时 他花了15万的成本 他给B的话15万 最终的话 他损失的只是13万 他这么折腾一次 对A有利 但是问题是呢 让他高兴了 对别的债权人 就是不公平 因此这种情况 是禁止抵消 对 他为什么禁止抵消呢 你要盯住什么呢 盯住A的这个债权 这100万 那么怎么来的呢 画虚线那块 又是债务人的债务人 在破产程序开始之后 从他人手中取得的债权 禁止与自己的那个债务 相抵消 这是第一种情况 好想看第二种情况 他债权人 已知债务人 又不能签上盗窃债务 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 对债务人负担债务的 这是禁止抵消 但是呢 和债权人 以为法律规定 或者有破产申请一年前 所发的原因 而负担债务的处 那么这句话如何理解 几个例子看一下 还是假公司 他破产 然后假公司呢 他欠A 欠的是100万 这个破产程序开始的时间 在人民法院 收了案件的时间 是2016年的 这个7月1号 看一下如果A的话 不想办法 不想办法的情况 会怎么处理呢 你看一下 如果不想办法 A的话申报 100万的 这个普通债权 最终的话呢 分回10万 就不错了 不想办法 只能分回10万 但是A的话 赶紧想办法 因为他听说 债搞清 因为这个假公司是债务人 A是债权人 他听说假公司 快破产 或者马上就破产了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处理呢 他赶紧向假公司 这个借了80万 当然这借钱的话 有可能给假公司 厂长一瓶白酒 啊 总之不管怎么统国的 他赶紧借了80万 那么借80万呢 这回A要欠假80万 总之 他统国之后 他想抵消 如果让他得产 怎么去处理呢 让他得逞的话 这时候 这个假 欠A 只欠20万 那只欠20万的话 这时候 他能分回2万 能分回2万 但是别忘了 他还赚了80万的便宜 继续分回2万 然后还 多拿了80万 最终的话 有82万 那我到他手里边 他占便宜了 对别人就是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 你盯住什么 因为这个100万的话 没瑕疵 有瑕疵的是什么呢 他那个欠的80万 这80万的话 要抵消的预谋 现在这个80万 什么情况 他可以抵消的 找到破产程序 开始的时间 往前数一年 如果这个80万 他发生在呢 一年之内 不要有抵消的预谋 在一年之内 这种情况下 是不能抵消 但如果这80万呢 发生在呢 破产程序 开始之前 一年之前 例如程序 开始之前 三年前的事 或者一年之前的事 因为谁不知道 一年之后 世界会怎么变化 所以这种情况呢 如果是一年之前 他是可以抵消 如果是一年之内 表示有抵消的预谋 这种情况 就禁止抵消 这是关于第二种情况 好下我们看一下 第三种情况 和债务人的债务人 他已知债务人 又不能经常 到期债务 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 对债务人取得债权的 禁止抵消 但是呢 债务人的债务人 要法律规定 或者有破产申请 一年之前 所发的原因 而取得债权的出版 那么这句话 如何理解 还是假公司 要破产 然后A的话呢 欠假八十万 首先假公司是债务人 他欠几个银行的钱 几个银行是债权人 然后A的话 还欠这个破企 八十万 这是债务人的债务人 让我们看一下 A的话 如果不想办法 他不想办法呢 当假公司 破产程序开始之后 债务人的债务人 需要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 他需要支付八十万 A的话老是不甘心 如果支付八十万 这是现金白银 于是A的话 从小就聪明 因为这种情况 他听说假公司 马上快破产了 于是呢 这A 还是跟假公司的人 捅过一下 他呢 将自己 这个根本没用的 一个破设备 作价一百万呢 他卖了假 谈到支付货款呢 这回假公司向A 需要支付一百万的货款 在这种情况下 你盯住什么呢 说哪一块 他有 这块有瑕疵呢 八十万没毛病 他这个一百万的话呢 这是有瑕疵的 听说这个一百万 他这个债权 放在什么时间呢 找到假公司 破产程序 开始的时间 然后盯住 如果这个一百万 他放在破产程序 开始之前 一年之内 在这种情况下 要是有抵消的预谋 这种情况就 不能够抵消 但如果一百万呢 他会发生在 这个破产程序 开始之前 一年之前 在这种情况下 这是可以抵消的 跟这两种情况 大家搞清 那么看到这的时候 我们总结一下 到底什么情况 能抵消 什么情况 不能抵消呢 把这三种情况 编成一张图 该怎么去处理 例如 说A的话 欠B百万 B的话 前一八十 现在A破产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搞清 什么情况 禁止抵消呢 要区分 站在B的角度 他那一百万的债权 这个怎么来了 一百万的债权 包括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如果是破产程序 开始之后 从他人手中 取得的债权 禁止 与自己那个 八十万的债务 相抵消 但第二种情况 如果这个B 一百万的债权 是破产程序 开始之前 一年之内 刚刚发生的 一年之内 刚刚发生的 有抵消的预谋 这种情况 是禁止抵消 再看呢 站在B的角度 他这八十万的债务 怎么来的 那么这八十万呢 还是两种情况 第一 如果是破产程序 开始之前 一年之内 刚刚发生的 有抵消的预谋 那这时候 禁止抵消 但第二种情况 如果这个B呢 它是A公司的 这个股东 是A公司的股东 让我们看一下 如果这八十万 它欠的是出资 出资的话 不管是出套出资 还是未尽出的义务 它欠的是出资 跟出资有关系 但是呢 让A公司 还欠B 一百万的货款 在这种情况 因为你这个一百万的货款 你这块是普通债权 这个债权 它是软的 因为普通债权 清长率 百分之十 但是你欠的八十万的出资 这是硬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站在股东的角度 大家记住一句话 股东的破产债权 不得以期 未到未的注册资本金 将抵消 你欠的出资 跟你的那个破产债权 那个破债 是禁止抵消了 和这四种情况 禁止抵消 再搞清楚 好 关于绿蒋 我们就先到这儿